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iPad的使用秘诀 OK 让我马上开始 OK 我们把这个视角调好 OK 现在左边的是Safari 右边的是一个新的笔记本 我们正常把这个要复制的时候怎么弄 OK 点击点击 我们把这些图片都可以这样点击进来 OK 然后文本呢 正常我们怎么怎么弄 拖拽进来就可以 然后我们要新增文本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点击进来 再点击 全部点击进来 OK 看到有五个了吧 放进来自动排列 OK 就这个样子 那么第二个快速移动光标 我们就可以用两只手指这样子去移动 还可以按住空格键这样去做 OK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两个多任务大家都会是吧 第三个加进来 我估计你也会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隐藏 然后再从边缘再给它拉进来 OK 那么最后一个呢 正常我们关闭这个iPad之后 我们要想给它打开的时候怎么弄 点击屏幕或者是再按这个按钮是吧 但是当你使用键盘的时候 直接按两下空格键就可以 看到了吗 OK 好 好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